是不是每个男人身边都有一个这样的女生 姜志哥哥你终于来了 我想你啊 这么久没见你怎么都不抱抱我呀 哎呦怎么没见像我们要个抱抱呀 抱什么抱 这么大了还没规矩啊 好啦人家刚回来你就凶了 这位是 姜志哥哥你出来吃饭 怎么还把家里阿姨带上了呀 说什么呢 这是我女朋友林小棠 哎呦林小姐 咱们仁仁啊 她就是心扔很快 没有乐意 你别介意啊 对不起姐姐 这条连衣裙 姜志哥哥家保姆也有一件 所以我才认错的 你不会怪我吧 没事 呃行了行了 快坐下吃饭吧 对对对对 咱们边吃边聊 还能挽回游戏呢 又是你们说的 姬梅竹马就是有摸牵啊 回回都酥鱼快去 娜娜你别乱说 老规矩 你俩喝焦杯酒 你们这样不好吧 我女朋友还在这呢 姜志哥哥你这么凶干嘛呀 这不就是个游戏吗 再说了 我们又不是没喝过焦杯酒 是啊姜志 这游戏规则你得遵守吧 而且你俩是好朋友 好朋友之间玩玩游戏 喝酒什么的也没事呀 对吧 林小姐 喝一个喝一个 干了干了 你们先把姜志哥哥送回家 我们先走了 姜志哥哥你送我回家吧 以前都是你送我回家的 你先放手 哎 好痛 小灯姐姐你为什么要欠我呀 我只是想让姜志哥哥送我回家而已 林小棠 你至于跟一个喝醉酒的人记下吗 我没有 姜志 原来都醉成这样了 你就先送她回家吧 林小姐 应该不会建议的吧 没事 我可以自己打车回 我要回家 姜志哥哥你送我回家 想确定我要遇见你 就像曾经叫我 谢谢小唐姐姐的歌爱 没出息 不就一个绿茶吗 至于不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不有我的吗 下周是将至生日 他一定会去 到时候管他是西湖龙井 还是地罗春 冲冲都给我滚回下手道具 小唐姐姐 我多谢的是 虚 客 词 感谢观看